大家好我是全台灣最重視基本面的老師何吉鼎 吉鼎老師今天台股受美股重挫的影響 台股下跌了260點 當然還有盤面上大家最最最關心的航運類股 還有今天盤面上的焦點生技類股高端漲停 後續到底怎麼看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喔 好在開始之前呢一樣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給大家的盤前盤中資訊 好我們可以看到盤前的資訊這部分呢 我在早上8點42分的時候就有跟大家預告 今天台股啊估計是開梯走高的機率是比較高 因為昨天晚上美股的重挫啊 其實科技類股啊整體來講啊還是表現不錯的 因為昨天晚上的美股啊下跌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那疫情的影響當然有好有壞 好的地方當然就是大家宅在家科技類股相對來講是受惠的 所以呢昨天宅在家科技類股Netflix 大家宅在家看電視是逆勢上漲的 所以這個盤勢還不是空頭 不是空頭啊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真的是空頭的話不會有類股會有漲的 好所以昨天來講呢盤勢來講 科技類股是向上漲的 所以整體的盤勢並不會走空 大家不要太擔心 所以呢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我今天早上給大家訊息是 今天台股啊開梯走高的機率比較高 好所以呢今天盤前開盤之後呢 開盤之後果然是往下跌 跌完之後慢慢往上拉 拉完之後繼續往下跌 所以呢我又給大家看了另外一個盤中的資訊 我跟大家講什麼 我跟大家講說啊其實啊現在大盤啊短線上來講啊 是受到歐美的影響啊是比較大的 估計啊後續會持續的震盪 那關盤的重點呢要放在哪裡 這兩天 稻窮指數有沒有辦法逆勢大漲 500點以上 500點以上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現在啊 現在的美股稻窮期貨盤啊已經慢慢開始拉了哦 不要覺得不可能哦已經拉幾點了 275點276點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哎韓國指數的部分 韓國指數是不是在盤中之後呢 繼續往上拉拉拉拉拉拉收盤收到相對的高點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跟開盤的時間跟韓國指數是一樣的話 我估計啊台股也會跟美股跟現在的雅股一樣 尾盤是收高的好 所以呢今天的狀況我是覺得還好大家不要太擔心 究竟後續到底怎麼走還沒加入我相關的媒體頻道的朋友 現在就加入吧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瞄這兩個QR Code分別加入我的LINE跟Telegram的群組 如果你想用搜尋的方式你可以打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另外我們的YouTube頻道也千萬不要忘記做訂閱哦 打開手機相機掃瞄這QR Code按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覺得我們分析的不錯記得要按個讚 當然我們的FB有給大家盤前資訊也可以做個掃瞄加入 好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最重要最重要我剛剛給大家盤前資訊 還有盤中資訊我有講哦現在最重要是什麼 美股要止跌回穩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現在正在開盤的倒窮期貨指數的部分呢 已經開始慢慢向上拉了現在已經拉了259點好 好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整體的趨勢有沒有改變 其實說真的啊即使今天像昨天這樣大跌 還是一個盤整格局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倒窮指數這邊 跌破前低之後馬上拉回來這邊很明顯的告訴我們 這也是有一個支撐 所以呢這個支撐線是有效的 另外呢我常告訴大家整數關卡整數關卡很重要 整數關卡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呢 這個美股就漲到35000點暫時上不去 倒窮指數漲到35000點上不去之後呢就出現了一個賣壓宣洩 因為大家很緊張上不去一直上不去 大家很緊張就開始賣壓就出來了 賣壓出來之後呢我們可以看到量能也跟著出來 量能出來是好事啊 量能出來的話就是把一些散戶啊該出的都出一出 不該出的也出一出後續比較容易穩定的向上拉 所以呢大家不要太擔心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波跌破了前波低點現在還沒跌破前波低點 現在就出現了一個下影線準備要往上拉 而我們習慣一下昨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昨天呢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疫情啊在美國來講還有歐洲來講 又有逐漸向上升的一個狀況啊 以美國來看啊 美國他們的確診人數啊從不到1萬例 從不到1萬例喔 現在直線上升到已經3萬例了 所以確診人數呢是大幅的提升 確診人數大幅提升的話呢有沒有怎樣 其實沒有怎麼樣我們可以從那個住院率死亡率看起來呢 其實他們狀況是還好的 只是呢可能會有一些封鎖的管制 對他們來講呢有一些解封的概念股啊 比如說像觀光啊迪士尼啊昨天就中錯 因為疫情開始在升溫的話呢 大家就覺得哎 投資人就覺得哎 未來解封概念股可能會受到影響 先殺再說 那另外盤面上的類股族群的部分 這個科技類股啊根本就沒有跌啊 我就說啦像Netflix還有NVIDIA 根本還是逆勢向上漲的 如果這個走勢真的是一個真真正正的空頭的話 我告訴各位我保證 不會有一個類股族群會是向上漲的 今天台灣也有一個類股族群向上漲啊 什麼類股族群 昨天EUA的那個類股族群啊 生計類股 等一下我們會跟大家解析一下 所以呢 現在我們看一下道琼期貨指數的部分 道琼指數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在這一個區間裡頭做震盪 標普500也是一樣 在這個區間裡頭做震盪而已 大家不要太擔心 恐慌指數 恐慌指數越高就代表哦越恐慌 可是我們發現啊 昨天的恐慌指數已經有收斂了 正常來講啊 恐慌指數都是會突然發生一根之後就下跌 突然發生一根就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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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昨天恐慌指數大升之後 我預計這幾天就會持續的往下跌 那美股呢 就會慢慢慢慢的收斂向上 美股慢慢收斂向上呢 當然台股本身就是比美股更強勢啊 所以我認為台股啊 明天就會止跌回穩啊 當然最重要的關鍵還是在哪裡 美股的部分啊 美股如果今天拉的越高 台股回復的速度越快 如果今天美股能大拉個五百一千點的話 這禮拜來講呢 台股還是有機會再創歷史新高哦 所以大家不要太擔心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貴買指數的部分 有看到下跌嗎 你有感覺到有跌嗎 其實今天貴買指數表現還是不錯 我們可以看到有沒有幾乎感覺不到 他有在跌 好所以現在就是證明一件事情 盤面上中小型類股表現的比較強勢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我常就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一波的外資啊做的真的很不準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外資啊 一路以來的啊堅持做空 可是他們堅持做空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虛線的部分啊是指數 這個虛線的部分是指數 指數緩步的向上墊高 可是呢我們可以發現啊 指數從這邊開始就一路向上墊高 可是外資的部分 外資一路偏空 堅定不移的空 堅定不移的往下做空 我們可以發現這一波的外資啊 這邊做空的 這邊是不是賠錢 這邊做空的這邊是不是賠錢 這邊做空的是不是這邊賠錢 只有這邊做空有追到一點獲利 整體來看呢 整個外資啊 近期啊做空都是賠錢的啊 那做空賠錢的話 我常覺得啊 只要順次啊 只要國際股市啊 有一點點的疑慮 外資就會大殺 因為他手上很多空單部位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啊 外資啊昨天賣超賣的很盡興啊 昨天沒有跌太多 他就賣了225億 還有呢 欸不對是上星期五賣了225億 星期一呢其實說真的也只有跌100多點 他就賣了424億 所以他賣超的幅度是很大的 相較於我們的自營商還有投信來講呢 這個賣超是有點過度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過度的情況 就是取決於什麼 什麼關係呢 外資啊一路以來就是在偏空操作期貨 他為了要救他期貨空單的部位呢 所以呢就只好賣出他現貨的部分來救他的期貨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來講啊 美股的期貨盤啊已經開始向上拉了 我估計這幾天啊 台股就會恢復穩定了 好那如果你還是迷思說 欸外資外資 外資做空台股怎麼會漲 我可以告訴大家 從去年3月以來啊 外資的心態就是偏空的 但是呢台股一路一路以來 勢如破竹的一直向上創新高 到今天為止都還是相對的高點 所以呢我覺得大家最近來講呢 不要太關注外資的買賣的動向了 其實外資已經越來越不準了 我們可以看到 欸這一波來講呢 欸指數一直向上對不對 外資是一路向下的偏空操作 所以大家不要再想外資了 想一下自己到底要做什麼股票 才會賺錢比較重要 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的部分 今天有沒有什麼跌 其實今天沒什麼跌啊 我們可以看一下 台積電的部分 還是守在前波的支撐線之上 一動也不動的 是在580大概是到600之間的區間震盪 我們常講整數關卡整數關卡 我們可以看到他已經連續兩次600塊上不去了 我只能說台積電暫時是在這邊震盪 震盪 震盪之後呢 等待籌碼洗盤之後 我認為他還是會回歸多頭的 只是需要比較久的時間 我之前也跟大家講 如果說台積電啊 上不去 看你要不要先把資金挪移出來 轉到中小型類股 我們剛剛看到 貴買指數表現是比起台積電來的強很多的 所以我們之前在590 600附近的時候就有跟大家講 我建議要出一出了 出一出把資金的挪移到更有效率的地方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盤面上啊 盤面上最最強勢的類股族群就是生技類股 那生技類股為什麼強勢呢 因為昨天高端疫苗通過了EUA 就是台灣版的緊急授權啊 是台灣版的不是國際版的 台灣緊急授權高端疫苗可以專案的製造 各位觀眾聽清楚哦 看清楚這不是我寫的啊 他說專案的製造 我們可以看一下 昨天講的什麼 昨天的高端疫苗呢 食藥署通過了緊急授權 審查可以專案製造 這邊有沒有製造 專案的製造 那陳時中表示呢 那表示什麼 說國內的產能相對的低 所以他是說高端疫苗的產能是低的哦 不是我講的 是我們的指揮官陳時中講的 高端疫苗的產能比較低 所以呢 需要生產和封堅的數量要到8月 才能有少量的疫苗供應國人施打 那現在準施打了吧 還沒有哦 8月才會有少量哦 8月有少量的話我們再看一下 8月出來之後馬上就能打嗎 也不是哦 他還要經過什麼 傳染病防治諮詢會 防疫接種組的疫苗專家小組討論後 才能開放施打 好為什麼我們要關注這件事情 因為股票來講啦 最看重的是什麼 未來 股票看的是未來而不是現在跟過去 我們要思考到的是高端疫苗值不值得進場 要看的是他未來到底好不好 那高端疫苗為什麼這麼重要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盤面上什麼 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漲停了 有沒有看到很多盤面上的生技類股都動起來了 所以你手上有生技類股的投資朋友們 一定要關心這一則新聞 如果說高端疫苗能漲起來的話 你手上的生技類股相對來講就比較容易向上漲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高端疫苗漲起來了以後呢 積牙漲了 雲成漲了 連那個快篩的亞諾法也一度是有漲停嘛 還有做口罩的也都漲了 所以我們要關心的是高端疫苗後續的營運 後續的獲利狀況會不會好 他的獲利狀況當然取決於什麼 他的疫苗能銷售多少 台灣人願意打多少 好我們就以這一點來去思考一下 第一點這是也是今天早上經濟日報整理出來的 高端疫苗呢 能就是通過我們這一次的EUA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血清 還有抗體效價性的抗體的 中和抗體的效價性是有比 這是一個統計學 統計出來是有比AZ來的明顯的高 這是明顯的高是95%的信賴區間說 有可能會比較高 好那有沒有5%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有可能還有樣本數的問題 他到底用了多少樣本 再來他就是以血清的部分 血清另外有95%的信賴區間 是告訴我們說他的血清比起 AZ疫苗來講是有更好的一個表現 所以因為這兩點 所以他通過了台灣版的EUA 那比較讓人家值得懷疑的就是 21個專家都不知道是誰 而且有沒有錄影 有沒有公開 沒有 目前來講呢 大家會比較懷疑 我為什麼會講這個 不是要跟大家討論政治啊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如果是這樣子閉門審查的方式的話 會不會很難取信於台灣人民 這樣台灣人民會不會不願意去施打 這是大家必須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好再來製造的部分啊 現在是允許製造 因為製造反正沒相關 說真的你允許人家製造 人家製造之後能不能賣出去 那是另外一回事嘛 人家有沒有人願意打 那也是另外一回事啊 好那可以給誰打20歲以上的人去施打 好那我們現在呢再看一下 已經通過了 我相信啊如果到8月啊 其實他們既然能通過EUA的製造 我相信他們 自己願意只要政府願意去找的話 我相信啊 絕對是可以通過讓大家去打這個 本土的就是國產的高端疫苗 那只是大家願不願意去打 這就是另外一個事情了 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人願意施打的 就是這一次的意願普查啊 我們可以看到啊 我們不要講國產疫苗 這一次有862.4萬人呢 去接受了我們這一次的疫苗的意願 施打意願 有35萬 35.9萬的人是只選什麼 AZ佔比只有4.16%啊 有多少人是堅定在莫德納 我們其實啊 我覺得台灣人民真的是非常聰明 我覺得台灣人 人民是很有智慧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認為啊 大家會有這種結果的話 一定是大家都有去做研究做調查 莫德納目前來講呢 表現是比起AZ來的好的 所以呢 有46.27%的人是堅定不移的要在哪裡 莫德納我就是要打莫德納 我不是我啦 我已經改成AZ跟莫德納了 好那也就是說堅定要打莫德納的有399萬 那可以打AZ也可以打莫德納 最後一定是變成打AZ的 有427.4萬人 所以呢我會覺得像如果說大家有那麼多人願意堅持在莫德納這一支疫苗身上的話我相信這一群人應該是不會願意去打 國產的高端疫苗的啊那當然就是AZ跟莫德納這邊還有AZ的疫苗這一塊的人群是比較容易有意願去接受國產疫苗的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國產疫苗今天經濟日報做一個民調 欸有6成的人是不願意施打的 那有另外85%的人是力挺民間企業自己去買 也就是這一次的台積電紅海磁劑好像是要買了1500萬劑的BNT嘛對不對 好這一次的BNT如果說真的都能買來我們就啊 重點就來了 我們講了那麼多重點在哪裡 高端疫苗到底能賣多少疫苗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台灣呢這是政府自己放出來的就是一個訊息啊整理出來的 說我們現在疫苗到貨量已經890萬了 再加上紅海跟台積電還有磁劑的也許9月到貨的量狀況的話 也許9月就可以有1500萬劑到2000萬劑的疫苗了 那那個時候呢高端疫苗在8月的時候呢只能怎樣 少量生產那到9月如果說有很多的國際疫苗都來了 這個時候呢對高端疫苗呢就有可能會形成有比較大的壓力 再加上我們可以看到這是這個經濟日報今天早上有寫啊 台北市啊說要舉債40億自購疫苗 你覺得台北市柯文哲他自購疫苗會去買高端疫苗還是聯亞疫苗嗎 看起來比較像是什麼 像是什麼 當然是國外的AZ啊莫德納或BNT的疫苗 所以說呢我認為啊高端疫苗大家要觀察的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8月9月國際疫苗的到貨量 如果8月份9月份到9月份的時候你看到疫苗的到貨量還沒有很多的話 我覺得這時候啊逼不得已要打的族群就會出來了 因為等不到疫苗啊 當然我個人是研究了很多資料之後啊 我之前有一集啊跟大家分享高端疫苗的狀況 其實高端疫苗啊他是用傳統的蛋白質制法 蛋白質制法的話其實副作用相較來講會比起AZ啊莫德納BNT都來的低 那唯一只有一個問題什麼問題 他的保護力到底是多少 這個就不知道了 我們以一個比較科學的一些方法去做一個判斷的話 這個就比較不清楚了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北市要舉債40億去自購疫苗 這就是一個壓力 好那再來這邊經濟日報有另外一則消息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另外一個消息什麼消息 振興券啊 振興券在我們解封之後看起來又要出來 這一次說要發5千啊 這一次發5千 我們再想一下 我們再回頭去看一下 想一下哦 之前發消費券的時候台股是漲還是跌 漲 好去年在發3千塊的三倍券的時候就是這一次的振興券有點類似 去年在發的時候台股是漲還是跌 漲 那現在又要發振興券了 可能是過半個月 或者是一個月 你說台股是漲還是跌 過去的經驗只要刺激經濟 台股都是漲的啦 所以以這一個消息來看 我覺得大家不要太擔心 後續台股的震盪走高的機率 是會比較高的 好我們回頭看一下高端疫苗的部分 今天高端疫苗漲年啊 坦白說你要追也很難追啊 那為什麼特別把高端疫苗講完之後 後面總是要附帶什麼 基亞 雲城呢 還有台康 因為如果說你真的對台灣的疫苗 本土的疫苗高端疫苗很有信心的話 買不到高端疫苗 你可以考慮他的母公司基亞 因為你會發現高端疫苗漲停 基亞也會漲停 雲城也會跟著漲停 那台康呢 台康是什麼 台康是他的那個代工廠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說 陳時中指揮官說 我們的高端疫苗的產能不足 所以他需要找人代工 他找的是誰 台康生技 台康生技是他的代工廠商 所以今天也是漲停的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如果說高端疫苗 你很有興趣 你也覺得很好 抗體效價劑很高 那你覺得值得你去追蹤的話 我覺得啊 如果突破300塊 能收盤收在300塊之上 300塊我常講一個整數關卡 如果這個整數關卡能站上去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好不好 應該是有機會 趁這一波計势向上 那當然呢 300塊如果有壓力的話 又有點像什麼 台股的一萬八啦 稻窮指數的三萬五千點啦 那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那當然呢 如果你是觀察基本面的 就要注意一下 就說8月 9月 到底台灣的 國際疫苗的到貨量有多少 這是影響到 高端疫苗後續的基本面到底是好 還是壞最重要的關鍵 因為如果說 國際的疫苗都沒有來台灣 逼不得已 只要打高端疫苗 那打了高端疫苗 每個人都打一次高端疫苗 那高端疫苗不就是銷售出很多的疫苗 他賣出去很多疫苗 對他的營收獲利都會持續的向上 這就是大家要關心的重點啦 好 所以呢 大概就 疫苗的部分 大家就注意到這邊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 恒大今天也是一度是要 漲很高 就漲了7%8% 7%8%左右 那為什麼這樣 我要再一次證明 什麼 同個類股族群他會同漲 同跌啊 所以之前我之前有講過什麼快篩啊 什麼血糖基啊 這一些有沒有 這些呢 我會發現 當高端疫苗表現不好的時候 都漲不起來 基本面表現再好一點都漲不起來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說 那個 泰博啊 泰博是像是快篩裡頭表現最好的 6月營收大爆發 不會漲就是不會漲 為什麼不會漲 因為整個類股族群資金啊 沒興趣 資金沒興趣就沒有辦法向上漲 所以呢 這一波來講呢 我認為啊 如果高端疫苗 能持續向上的話 手上的生技類股族群就很棒了 另外大家最關心的是什麼 之前6月份資金的都在哪裡 航運類股嘛 今天有消息出來囉 因為歐美啊 疫情又再次爆發了 所以他們有可能要再封一次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呢 他說什麼 美國的碼頭啊 貨物要停運了 停止 停運一週啊 停運一週再加上歐洲有萊茵和水患啊 讓那個貨櫃 塞貨櫃的問題啊 塞港的問題啊 又來了 那如果塞港的問題 如果持續 有繼續這樣子發生的話 對於 航運類股的報價 應該說是航運的報價 不是航運的價格哦 不是說長榮陽明萬海的價格 我的意思是 航運的價格 貨櫃的價格 又會持續向上 那如果貨運的價格持續向上的話 對我們的貨櫃商行是不是有好處 那這當然是要繼續後續的觀察 那今天呢 陽明有新增的一個現金增資的新股上市 什麼叫做新股上市 也許有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就很簡單啊 就是公司缺錢 公司缺錢就怎麼樣 印股票換鈔票 印股票換鈔票就這麼簡單 那他印股票呢 換出去的鈔票 每股他賣182塊的意思 每股賣182塊 這一次多增加的股票增加了多少 我估計大概是增加了16億 整體的股票數量增加了4.8% 股票的數量增加 那如果說呢 你的獲利一樣是大爆發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嘛 因為我們以一個EPS來講啊 EPS他的公司是什麼 EPS的公司 我們來講一下 EPS上面是什麼 盈餘嘛 就是獲利的部分 好 上面是盈餘下面是股數 那如果股數越多 有沒有關係 如果股數增加了4% 就是像這一次陽明一樣 股數增加了4% 可是如果盈餘增加了20%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啊 EPS還是繼續向上 所以大家不要太擔心 那當然呢 不以稀為貴的原理來看的話 我們來看 也就是說呢 東西越多 就越 不值錢 東西越少就越值錢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新增了那麼多股票 股數是不是增加了 股數增加的話 對整體來講 EPS就有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或股價會受到影響 這是難免的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股價的部分 陽明今天股價呢 是下跌的 所以這個消息 這個利通 對陽明來講 確實是不利的 我們可以看到 整肅關卡的效應的話 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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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啊 要走空啊 可能是不至於啊 因為台股還是多頭啊 但是現在來講 我認為短線上來講 要像之前一樣大爆發這樣一路向上 是有點難度的 我認為啊 應該是在前波低減到200塊整肅關卡之間區間震盪 我估計啊 大概是150到200之間 長榮也差不多 就是在150到200之間區間震盪 那萬海呢 萬海大概應該是在200到300之間啊 那200塊這幾天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到底有沒有熟 畢竟啊這一波其實啊 我們可以發現啊 萬海他的 就是今年預估的營收啊 是不如預期的 反而啊是陽明啊 預估的營收是比較好 他預估今年可以賺36到38塊 這是法人預估的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觀察一下後續的狀況 那當然呢 如果要持續觀察的話 台華 台華也是重要的觀察指標啊 因為這一波航運類股就是 長榮 陽明 萬海 台華 這四肢 整個氣勢帶上來的 如果這四肢的氣勢沒有辦法出來的話 整個其他散裝航運啊 狀況都不會太好 好這一波啦其實 說真的航運類股 我們也做過一波了 我暫時是不會再做 除非他有震盪打底之後 我才會再進場去做操作 所以我們5月7號第一波 有跟大家講完了嘛 那我們第一次是做 萬海 萬海賺4根之後呢 是6月11號我們後來是買的是長榮 長榮6月11號買完之後呢 這邊進場是賺18% 6月25號我們再進場一次呢 我們這邊進場之後呢 那天又6月28號就漲停嘛 6月29號再創新高 6月30號又漲停 7月1號持續向上持續向上持續向上 一直到7月7號人稱七七事變那天 我們出場了以後呢 長榮就一路向下 現在呢又回撤哪裡了 150塊附近 所以我們出的是絕對正確的點位 我們賺的大概33% 那最近一直跟大家講 同一個類股族群會同漲同跌 那基本面很重要 所以我們一直追蹤了什麼 ABF宅板三窮的話 其實今天台股下跌啊 南電新興景碩 都是維持在相對高檔 那我們節目一直跟大家講的 緊碩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B有沒有 講完之後呢 7月5號終於一路向上的 公開跟大家講了 7月6號一路向上 7月7號7月8號7月9號 就是一路的向上墊高 墊高之後呢 到7月15號已經50%好可怕 50% 50%這中間有沒有漲停板 很少 很少漲停板 那你會發現啊 有的時候沒有漲停板 賺的 比有漲停板還多啊 所以有的時候不要太羨慕 有漲停板的 重點是賺多少 到今天為止 大概還是賺了45%左右 那另外我們 在節目上呢 這一陣子啊 5月6月份 我們沒有航運類股 也有其他電子類股 也是有漲的啊 Must be相關類股 大宗 傑利 尼克森 富鼎是不是 又是再一次驗證奇蹟的時候了 驗證奇蹟什麼 什麼奇蹟 同個類股族群又同漲同跌 我三四檔類股一頭 閉著眼睛 我沒有跟大家講哪一檔 你閉著眼睛買 你都會買到賺錢的 有沒有 那當然呢 我們帶會員是做這一檔 Must be 我們那時候有跟大家講 我蓋起來囉 我要做這一檔啊 那沒有人要來一起做 有沒有人要來一起做 我一直講一直講 你不願意來 那就是錯失賺錢的機會 好 所以我們那時候呢 一直講講講 終於衝上去之後 我們公布了以後賺了14% 你看我們有叫多少會員買 清代特別 清代特別加碼兩次 有沒有 好 加碼完之後繼續向上漲 我們繼續加碼 繼續加碼 他繼續漲 繼續漲 到今天還是在相對的高點 大概是賺24%左右 那尼克森呢 為什麼我們能堅持下去 堅持的暴勞暴壓去 我跟大家講啊 老師賺錢當然能暴勞 不是這樣子的 大家有沒有想過 五月份這一出大跌 這跌多少 從79塊最高點 跌到最低將近是50塊 這個大跌啊 大跌為什麼我們 還敢買這種股票 對 為什麼 你看如果你堅持下去 他就一路向上 這就是基本面的魔力啊 我為什麼一直講說 我是看最重是基本面的老師 為什麼 我們看到尼克森營收 老師尼克森營收沒有多好 對 他營收沒有多好 我們可以看到他獲利能力 他獲利能力是持續向上 持續向上的 有沒有看到 毛利率持續向上 營業率跟稅後存業率 都是持續向上 這什麼意思 假設呢 你同樣是賺100塊 今天呢你的毛利率是 30% 你100塊是不是只賺30塊 但是如果說你把報價調漲 或者是 你把毛利率想辦法節省成本 毛利率提高之後 假設你的毛利率 已經變成35%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即使同樣是賺100塊 你是不是變成賺35塊 可是你毛利率不斷的向上提升 提升到50%了 你同樣是賺100塊 你是不是變成賺50塊了 所以毛利率 營業率跟稅後存業率 為什麼大家那麼重視 就是這個原因 賺同樣的錢 可是你實際上獲利會更多 所以這就是尼克森啊 其實獲利能力是持續增加的 那負債比 負債比當然是越低越好 你有沒有聽過人家借錢 借越多越好的 沒有啊 那EPS當然大幅的成長 你看持續的向上大幅的成長 大幅的成長 大幅的成長 所以呢 這邊來跟大家講就是 如果說你只看技術線型 你這樣子看 CALC 沒救了啦 沒救了 但是呢 如果你看得懂基本面 你看得懂基本面 他就一波向上 今天呢 這是五月的狀況而已喔 到今天是長這樣子 從這邊是一路向上 再創新高的喔 所以呢 看不看基本面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你看得懂基本面 你就會抱得住 我們另外一波呢 也是跟大家講的 基本面的 也是這一檔充壓的部分 到今天還在創新高很可怕 就是巨詳的部分 之前也是一樣啊 還沒公布的之前 就跟大家講說 我們一起來操作吧 你不願意來 你不願意來 不願意來 就措施賺錢的機會 這一次措施了多少 措施了 14% 才14%嗎 14%之後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一波完之後 我們7月5號再一次進場 再一次進場之後呢 7月5號公布以後 7月6號漲停 7月7號呢 穩定的向上 7月8號再創新高 7月9號再創新高 7月12號持續的 不斷的向上墊高 我們一張都沒出 7月15號呢 再創新高 7月16號再創新高 7月19號 7月20號到今天為止 是不是還在創新高 賺了33% 33% 將剛才那一波出掉的 14% 加起來呢 是不是就差不多 50%了 你看是多恐怖 賺錢怎麼賺 就是這樣賺 所以呢 如果還沒加入我們的 相關LINE跟Telegram的群組了 投資朋友們 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分別掃描這兩個QR Code 加我的LINE跟Telegram的群組 如果你想要搜尋的方式呢 你可以打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另外我們的YouTube頻道 也千萬不要忘記做訂閱喔 打開手機相機 掃描這QR Code 按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覺得我們講得不錯 記得按個讚喔 當然我們臉書有一些 盤錢的國際資訊 還有今天的可能的熱門類股 也要做個加入喔 好 另外呢 今天想跟大家最後來分享 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最近啊 封測族群啊 表現得都很不錯 那封測族群 今天的日月光 還是收相對的高點 歷程 之前有跟大家講 在這邊附近跟大家講 好 心拳的話呢 心拳今天呢 其實也是收相對的高點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心拳的表現 心拳 好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心拳 是不是收在相對的高點 是漲的 好 所以呢 整體來講我剛剛一直跟大家講 同一個類股族群會同漲同跌 所以呢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現在呢 因為同一個類股族群同漲同跌的話 典範這一支股票啊 他比較小 活潑性比較大 如果說呢 明天如果有辦法突破30塊 突破30塊 我說突破30塊 你就要注意一下 所以呢 今天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注意一下 什麼 注意什麼 突破30塊的時候呢 也可以注意 破 破什麼 30 破30的時候可以注意一下 我們也幫大家畫出來這條線了 好 所以呢 整個類股族群都有機會同漲同跌 那如果你想要做波動大的 當然在找什麼 小型的 基本面成長性比較高的股票 比較值得呢 你去做操作 另外呢 我們昨天啊 昨天有佈局一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就是楊妹妹啊 這幾天都在佈局 那楊妹妹的話呢 我們為什麼佈局她 我們可以看到她技術線型呢 表現得非常漂亮 跳空缺口出現之後呢 欸 有沒有怎麼跌都跌不下去 今天台股市長還是跌 跌 跌幾點 260 跌260 你們看到這一檔楊妹妹有沒有跌 完全沒跌 收盤收相對的新高 這準備要突破了 這幾天啊 這明天也許還有機會 可以進場去買進 機會 是留給有把握 有 有願意去追諸這個機會的人啊 機會是留給有把握的人 好所以呢 你想要不要錯失這個機會的話 可以 直接透過電話 0800的電話 或者是透過我們的LINE 粉絲團來直接跟我聯絡 讓我們來一起操作這一檔股票 有興趣的趕快趁盤後的資訊 打電話進來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此 我們明天見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